從2016年以來 他的外匯存體就是維持在3兆上下 大概就3到3.3兆 他每年的貿易盈餘這麼多 為什麼外匯存體都沒有增加 為什麼 問題就來了嘛 問題就來了 因為第一個 他的外債非常多 外債是2.5到2.6 所以呢 他的淨外匯存體 大概是7000億左右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了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的存款有3兆 但是我其中的負債 我去貸款有2.5兆 所以其實扣下來 我只有7000多億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並不像想像 我存款很多 沒錯 但我負債也很多嘛 第二個外匯存體的增減項 這個1兆美元的貿易順差 是貨物的貿易順差 但是中國需要外國的服務 所以服務貿易一直都是逆差 加上出收入的逆差 出收入簡單講就是有些權利金 我賣掉商品 又要付權利金 另外呢 就資本帳跟金融帳 就是有些 比如說去買美國債券 我資金就流出 所以這些扣一扣 事實上他的貿易盈餘 並沒有讓他外匯存款 存體增加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貿易盈餘非常高 沒錯 但是事實上沒有那麼強 因為我很多的這個貿易逆差 服務貿易逆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說以這個七千我們剛講七千億的這個淨外匯存體來看的話 去年的晶片進口大概三千五百億美元 那原油進口大概是三千四到三千五百億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大概就七千億 也就是說呢 這個七千億的淨外匯存體只夠他晶片原油進口一年 所以事實上第一個中國的貿易雖然暢旺 但是事實上他有很多的貿易逆差 我們沒看到第二個呢 他沒有很多的子彈去阻擋人民幣貶值